帶來是報稅的紀錄檔 這一場呢是對上HQ了 之前也對到過兩三場了 這次算是非洲對決 伊索比亞對上豪薩 可以看到這張地圖是 忘記了我記得應該朝鮮 記錯就算了 上面是個彎月形的海 我們這一場同時看一下兩邊視角好了 我想看一下HQ了他的伊索比亞 有什麼比較穩定的打法 然後可以注意的是豪薩這個是騎的是駱駝 然後伊索比亞這個騎的比較像是真正的馬 可以看一下 沒有他這個是馬 他就不是駱駝 可是偏偏兩個英雄的跑速是差不多 就是6.75 沒有哪一個跑得特別快 因為我們知道在世紀帝國的定義當中 駱駝的跑速通常會比較快 我們來看一下A9Q人有哪些牌好了 喔他這已經選好了 他先發了一張三位一體 中城戰士可以讓花費降低 包括他們的船運花費 連傭兵跟原住民戰士都有減少 那算是一張蠻優秀的卡片 然後還有一張耶穌會影響力 好這邊感覺 A9Q了想要卡人口 不是卡10代 他這邊感覺是不是卡9吋之後發3吋 OK他這邊沒有要賣牛補房子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貿易帝國 然後應該會賣牛吧 在等貿易帝國到了之後再賣牛 然後補房子 這邊在搶這個寶 誰搶到了呢 看起來像是爆水 爆水搶到了 昨天那個快攻打法應該是可以再優化一下 就是還要再優化那個轉牛的 牛去補木頭的流程 不過目前以續航力來講 我是覺得豪煞貿易帝國開是蠻好用的 好這邊也賣了牛 變成木頭 所以他還是 他是比較晚賣牛 他先卡村 然後卡一陣子之後再發 再把牛賣掉 然後再變木頭去補教一戰 可是很不幸的是我們的報稅用的是更兇殘的流程 只是這一場看起來也應該搶四個交易戰就要投銷 你要想一件事情 不是大家都會花錢買非洲阿 美國是可以解任務獲得 但不是大家都會花錢買非洲 所以光是這個就很扯了 你就可以靠這個直接爬份爬起來 阿布恩比較麻煩的是他會定義在是 他明明是治療單位 可是你在圈選的時候 他會被當作軍事單位圈選起來 那他其實是比較適合在3D寺院工作 但是如果沒有3D寺院的話 他就暫時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 然後來 把他抓過來打寶也是可以 只是阿布恩的實用性就是除了財經之外 其實他比較少會讓他去做補血的工作 阿當然也是可以啦 他的補血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豪煞的說書人 他這特色是 當你在戰鬥中 他還可以幫忙補血 這才是重點 有沒有 這英雄在被咬 你可以看他血量是有在增加的 有沒有 會突然增加一下 然後再突然往下掉 我們看一下爆炊這邊打 打在在幹嘛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再補一個糧倉 然後這邊搶了3TP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升級的話應該選的是豪煞 然後A9Q的升級 是選的是哈貝殺人 我這邊沒有偷到寶 有點可惜 不過這邊應該是要衝去改交一陣 阿布恩拿掃把開始補血 這邊 上十代了 喔 這一個哈貝殺升級 送了一個營地建築工人 然後他還送了資源箱 是送黃金的資源箱 還不少 300斤 然後這邊升了一個 蓋了一個瞭望台 應該是要出沙漠 相關的亡命單位 我還四個交易戰蓋下去了 這邊應該會準備再打那個 波波了 他決定先打加南騎 OK 其實我覺得先打波波也可以 如果對方沒有要快攻你的話 我選擇把廖望台放家裡 他的阿 他的阿比恩 在這邊 阿布恩 這邊再蓋 其實我是覺得 不太需要自己蓋到3D寺院 蓋一棟就算了 應該是不用自己再 再補到兩三棟 因為他每升級 就會再送你3D寺院 這邊出了沙漠突襲者 我個人覺得非常扯的駱駝兵 你們可以看一下他的近戰傷害是工程攻擊 而且他的工程攻擊算是20 那他丟火把是1.5 所以他打下去是40 你看正常的兵工程攻擊都是3喔 那標槍他算是工程攻擊比較弱的 那如果是火槍的話 有些會到20的工程攻擊 或是24 很少可以 可以到這麼誇張的工程攻擊 這邊出了標槍之後 這邊 沙漠突襲者選擇先後退 因為被克制喔 標槍打中馬的加成是還蠻高的 他怎麼又衝過來 到底想怎樣 A9Q的選擇硬貼 但是我覺得貼的不太到 兩個跑速差不多 喔 後面來了阿砍 阿砍的話他近戰打馬加成3 砍人非常痛 這個阿布恩直接送頭 直接加15 這邊 看起來報稅注定是要纏阿砍 報稅以阿砍跟標槍馬當助力 然後這邊出的是炮手 有點 有一點凹心Jungle的那種感覺 反正基本上就是 出一些可以打的兵 不管是出沙漠突襲者還是要出 他那個戰鬥引出來的 兵 我忘記他的兵叫什麼名字 反正呢 基本上就是你要有兵護著你的炮手 這個突襲者衝過去殺村民了 這邊A9Q了又發了一張賽加尼布兵 欸不對不對 加賽尼亞 加賽尼亞布兵 名字都很難念 報稅這邊已經有一棟大學了 應該是用影響力換到的 好這邊開始出了 加賽尼亞布兵 我是覺得 這個就是 你可以把他當作一手比亞的火槍 所以他這邊 5隻嘛 再加上這邊6隻 11隻 然後再配合那個炮手做推進 好這邊阿砍跟阿布在對射 唉唷看起來不錯 阿布剛好可以克制對方的阿砍 好這邊加賽尼火槍 加賽尼亞布兵 把他當火槍就好 那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越近越快 攻擊越快的這個設定 那非洲 非洲這種兵齁 你沒有 越近攻擊越快 你已經不能叫自己叫非洲的兵 所以不得不說 加賽尼亞布兵不太行 有嗎 他 他越近有攻擊越快嗎 他剛剛看到他的數字有電耶 唉唷這樣好像有喔 這樣好像有喔 他是沒有血 他是沒有血 他好像越近也是攻擊越快 一手火槍有 我剛剛看過了 他算沒血齁 那阿砍阿 阿砍也沒有越近攻擊越快吧 沒有沒有這個設定吧 不是喔真的很煩耶 到底為什麼要有這個設定啦 很討厭 你說丟飛刀 丟標槍就算了 真的是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這到底什麼都貴 這到底什麼鬼 A9Q了一個反打 這個反打很兇喔 這個加賽尼 不出一點反 反 反重步的單位好像打不贏 哦 對方拉村民出來了 然後這邊繼續的出加賽尼 亞步兵 哦 感覺爆炊這邊 不太妙 那爆炊有什麼應對的手段 來了 蘇丹 可以 這個屌虐的 你站越近射越快是不是 我的蘇丹 也是 好不好 哦 有擴傷真的很扯 他現在站得很密集 你知道嗎 然後用那個交錯 這個 你就把那個活力分散掉到兩三隻身上 那個真的很痛 這兩個一直空一直空 一直走一直走 他射程是有贏啊 阿卡的射程稍微短了一點 這邊爆炊勉強守住 然後這邊剛好 伊索他的A9Q的資源吃得差不多了 唉唷 這邊蘇丹出來之後 配合阿卡 可以做往前推進 而且有Q的這邊 也出了蘇丹 真的是兩邊都在玩蘇丹 兩邊都玩蘇丹 現在蘇丹是主流 好不好 所以伊索比亞的主力 蘇丹盟友跟9隻阿布 主力這兩隻 然後我等一下參考這個牌組 我等一下也要 Copy一下 這裡組一個伊索的牌組 看起來這套流程是 可以拿來Party用的 A9Q了 幫我省了一下 省下不少麻煩 順便看一下 到底實際操作是怎麼操作 這個 蘇丹兵真的是丟很快 這邊供電蓋起來 這邊供電蓋起來 這邊又有一個供電 這邊打算出沙漠工兵 從廖望台出沙漠工兵 我會覺得還是要出沙漠突襲者 因為這邊只有阿坎可以翻馬 蘇丹不能翻馬 這邊加賽其實已經夠多了 再補一點馬 然後配合蘇丹 一起往前走 蘇丹跟那個 加賽你好像 還是沙漠戰士 我怎麼覺得他們長得好像 這是沙漠戰士 然後這是蘇丹 蘇丹拿的盾牌比較小 蘇丹拿的是原盾 然後沙漠戰士拿的是方盾 來了 這邊是突襲者 發勃勃 這是第三張 影響力卡了 那我超扯喔 那這樣看起來 伊索前期的影響力是不是比較多啊 這邊報稅發過 所以他有發過 其實兩邊好像差不多 只是一開始初期的 伊索的影響力應該還是會比較多 他金可以獲得 然後豪薩是要透過TP跟大學 如果你沒有蓋大學的話就會比較少 一點 伊索每張卡片給200真的很多 好 開始出賣家底了 報稅開始用他的影響力去換賣家底 好這邊還在出加賽 還有伯伯 好這個馬繞的位置 很很賊喔 這個馬很賊 剛好對方的兵在往前走 然後趁著地方去繞後 繞背 我們來看一下賣家底的數值 270血 你看這個攻擊力 36 而且他打傭兵是有加成的 雖然長上好像沒什麼傭兵 應該主要是拿打阿布用的 可是長上也沒阿布了 賣家底 就只能靠他的 很噁心的基礎數值去做攻擊 對方也有大量的沙漠工兵 射程很長喔 20 這邊也在跑村 哇哇哇哇哇 伯伯駱駝偷跑村 這邊的話好像沒做到什麼工 做 沒做到什麼事 不好說應該在 防這邊的 好多沙漠戰士 三小 好多沙漠 來囉這邊 好像沒有偷到太多的村民 因為 A9Q的兵就在附近 打開一下公殿 好 人死了 像這種沙漠戰士 真的 他那個盾牌切換的模式也是蠻優秀的 這邊又在偷村 好 狂偷猛偷 你看 你看 因為他把牛賣光了 然後他3D寺院如果又沒有金的話 一鎖比亞就沒有影響力了 可是豪薩你看他這邊佔了這麼多的TP 然後又有這個 宮殿 大雪 這個 就 我是覺得 短時間之內一鎖會比較多影響力 可是長遠來看的話 就是到比如說10幾分鐘之後 豪薩的影響力會比較多 因為你後面卡會越發越慢 這波包圍 A9Q的兵直接全部被帶走了 這也是阿坎的特色喔 他打到這個地方 他那個 有範圍傷害的特色就會變得很明顯 而且 特點是像蘇丹這種兵 他又不佔人口 你看他不佔人口 不佔人口的兵就是好兵阿 但是立非敵就要了 不然家庭這麼貴的兵 他竟然只佔一人口 太扯了吧 這應該有兩人口價值吧 這隻兵 這應該有兩人口價值吧 不管是血量還是攻擊力 看起來都是兩人口的價值阿 我們來看一下數 那個時間表 一開始的話 看起來是 A9Q的兵比較多 還是 沒有打下來 後面這一波 完全被包夾 加上有賣家的離婚在裡面 賣家底加阿堪的組合 好扯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影響力 他每發一張卡會有送200 但是因為他沒有佔TP 然後黃金也沒有 3D私院也沒有太多人採 所以影響力來的比較少 他後面的話 不知道是這邊有大學 直接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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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學真的有差 差非常多 那個斜率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這邊3700吧 這邊才2100 OK 那這一場 我們這個豪煞對上 異獸比亞的大對決 就到這邊 我是黑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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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